俺家两孩子去参加一场婚礼 当了一次花筒 我就发现俺家张大铁 他竟操那个没用的心 这是一场中西结合的婚礼 西兰是澳大利亚人 我们家在澳大呢 这是人生第一次当花筒 但是张大铁呢 他在铁领已经当过两次花筒 在花筒这个公众上 人家经历过就是专业培训的 每次婚礼的头天晚上 他又被拉去彩排 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 张大铁属于一个老婚庆 那么咱们这个老婚庆啊 他第一次来参加西式婚礼 还是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的 婚礼头天晚上两孩 还在家彩排了一遍 结果走到台中间这个位置的时候 咱也不知道突然间 是谁点哪一部分的基因被混醒了 突然间整这么一处 观众在这儿 让我讲讲这边 不需要你讲话 这是小鹿和汤包的婚礼 我就让我讲讲这边 第二天我们这不就去婚礼 到那一看有很多外国人 我就看那现场的中国人 亲戚朋友啥的 都在操心 什么吃的呀 衣服啥啥都张了好 但是呢外国人来参加婚礼 他不管是多亲近的人 来参加婚礼就奔着一个玩 婚礼开始前三小时 就已经开始喝多了 party 尽兴 人家咋要打表现得非常自如 而张大铁又出现了短期的不适应 然后这部仪式就要开始了 那张大铁是个老婚庆 那他之前接收到的培训是 会有人给你喊口号 会有人控制你的速度 到哪有一个点位已经画好了 你就在哪停 这都是步步有规划的 今天呢就是什么指导都没有 就是随意 随意走 随意撒 张大铁就回头看着他的队友们 就问 走到哪儿啊 没人打理他 他又问 那谁喊一二一啊 无奈这些人 一个是不在乎 一个是听不懂 根本没人回应 当时铁哥那个心操的呀 住个小眉头 你瞅瞅这段人 无总之无际 每个正平 我这一天我这心操够够 于是当主持人一说 下面有小话筒们 张大铁瞪着一双 恨铁不小张的眼睛 踩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只狗就过着 脚打那天像一个公主一样美 我在那儿看着我都醉了 我一眼没瞅张大铁 人已经过去了 而且气象太大了 直接绕过了新郎 出不去了 出不去了 大多几个都没看着过他儿子 问我 脚打走完了真好 脚打也上这儿舒适了 我说已经出去了 陪娘们鞋去了 马上 回到家 我就特别想逗一下俩孩子 我跟脚打说 我说你看你 你说你那么美又那么专业 那爸妈妈结婚说 你再不来一遍 那别的婚礼你都能去呢 你妈和你爸的婚礼 你居然都不来 为什么呢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 I'm sorry I'm sorry 拿起来 你为什么不来 王王的婚礼呢 我年轻只要去的呀 我去过 你哪有年轻 你最臭板会 你就没去 让你下次叫我 我肯定对你去 肯定对你去 我肯定是